這個個案是一對夫妻跟三個小朋友成立的五口之家 當我接到他們委託的設計案時 我發現到他們全家的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幫他設計出符合小孩子的成長過程 耐看耐用溫馨的家 在這個風格上男主人會比較喜歡 現代美式的風格 女主人會比較喜歡北歐的休閒風 所以我會希望說以明亮的主軸的方式 去結合他們所想要的風格 那尤其是男主人會比較喜歡大理石的質感 所以我在電視牆上我用了大理石這個材質 那為了又要符合女主人的喜好 所以我們在沙發的背後 用了一個文化石的材質去做結合 那這樣我們同時會滿足兩夫妻不同的風格 也不同的喜好 尤其是在餐廳這一面 有可能是他們未來會預備放神明桌的位置 要特別注重尺寸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加寬了餐廳的這道牆的寬度 讓我們的背後剛好是玄關的鞋櫃 做內產式的設計 讓整個這個空間跟轉角 同時滿足餐廳跟玄關區 跟鞋櫃跟神明桌 這樣的需求的一個結合 在房間的部分有四個房間 原本建商是規劃兩間獨立的套房 還有一間公共的衛浴設備的空間 可是他們有三個小朋友 都會希望每個空間盡量一樣 所以我們在公共廁所的部分做大廚 讓這樣的空間一部分給大姐房來做使用 一部分呢又可以做獨立的儲藏室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把原本屬於套房獨立的衛浴 把它當成公共的廁所來做使用 這樣一來呢 三姐弟呢都能擁有大小相近的使用空間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就讀國中大姐的房間 我們依照她所喜歡的薰衣草的顏色呢 來當房間的基調 那也幫她規劃了基本的收納 比如說她現在所使用的書桌 未來可以把它變成化妝台來做使用 也就是說這樣的空間呢 隨著成長而可以改變樣貌 充滿靈活運用的彈性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小弟的房間 她非常喜歡樂高 所以我們幫她設計了一個精品的展示櫃 可以放她所喜愛的樂高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呢 我們在整個風格上呢 就設計了一個比較輕工業風格來做為主軸 隨著她未來的成長 她可能有不同的收藏 但我相信這個展示櫃呢 仍然是她展現個性內涵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小妹房 小妹是一個非常調皮搗蛋 而天馬行空的一個小女生 她非常喜歡閱讀課外的讀物 所以我們把她的主軸呢 放在她的書櫃 讓她的書櫃呢 能夠放她所有喜愛的課外的讀物 那也因為這樣的書櫃 我們幫她搭配一個淡然的設計 希望這樣的設計呢 能夠讓她沉浸在個人閱讀的空間裡 而主臥室呢 我們要延續公共空間的設計的方向 所以呢我們在主臥室的風格上呢 我們比較偏向於內斂一點的顏色 在主臥室呢 有兩片大片的採光的窗戶 而屋主呢 希望在這樣的空間 有一個更衣室的收納 那為了不要讓這個採光有所犧牲 所以呢我在更衣室上呢 就不再多做太多的遮蔽的設計 在採光性上面呢 還有屋主的收納的需求上呢 盡量達成一個平衡 讓整個空間呢完美的呈現 在這個個案當中 我希望我的設計 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退流行 甚至可以跟著家人一起成長 承載美好的記憶